三寨探案十六 中秋夜佩水庫命案 柴灣北食水佩水庫 委屈立民道一號 柴灣道近東居煙後三 前山是球場 現在已經封閉了 中秋至月圓之夜 十四男兩女闖入草地燒烤 等候2005年9月19日凌晨 堂壽升仔 慶祝十五歲生日 在這班人裏面 有個陌生面孔 是壽升仔在網巴式的新朋友 王少偉 王少偉在網絡遊戲用的花名 是風之印記 兩個人在網巴裏面 曾經一起組隊打個遊戲 壽升仔邀請一齊來到慶祝生日 王少偉喝了啤酒之後 開始遠無倫次 說自己是柴灣區黑社會的話事人 逼兩個少女和他猜妹喝酒 兩個少女這樣都好怕想離開 他就不讓他們走 用粗口警告在場其他人 他們都一起留下 到十九天凌晨兩點多 王少偉高聲地讚自己說 你無人救我抽的 如果我要用了你們 都不用幾分鐘 王少偉在這時間突然出手 一拳打在他身邊的花名馬仔青年 馬仔離不合抵擋 中拳之後倒地 馬仔站起來 立王少偉 王少偉就說他不堪一擊 還說還要打他 其他人一擁二上 唯有了王少偉 壽升仔和范國寶 踢他的背部 王道昕用拳打他臉和胸口 王少偉被襲擊倒地之後 用手掩著頭 有人狂踢他的頭部 還踩到他的身上 襲擊大約一分鐘左右 王少偉躺在地上已經染染一色 其他人見到他昏迷不醒 紛紛逃離現場 壽升仔和另外兩個朋友 走到其中一個人附近的居所躲避 九十九天之後六點半 神魂人士在距離去水庫小路入口 大二十米的草坪 反應王少偉 躺在地上 初時是不以為意的 神魂之後回來 還見到動都不動 上前推也沒有反應 結果左邊面受傷 已經沒有氣息了 通知了十六歲的姓鄭的少年報警 救援員接報到場 反應王少偉頭部有傷痕 口部深圈 頸有乳傷 自然可以長庫檢查 還有沒有其他傷勢 發現他的身體已經僵硬 明顯已經死亡 交給警方調查 王少偉頭部有明顯傷痕 警員認為死亡有可疑 封鎖現場 徹底調查 為面下雨沖走證物 搬離大帳幕遮蓋屍體 探明調查期間 快已曾經到過現場檢查 初步推測 死亡時間在昨晚深夜到今天凌晨 確實是死因 有待詳細驗屍 探明在現場 檢查王少偉的身份證 和銀包 案件交由廣島總區重案組 2A隊接手調查 屍體由五公移送到殮房 在距離死亡十幾米之外 有用磚搭成的燒烤爐 現場來了一些吃剩的燒烤食品 鑑證科人員到場 執取了多個胸啤酒罐和煙頭 經過檢驗之後 在物品上 犯了十幾個人的基因 沙翠處居民和探員說 凌晨時見到一群青年在上次打鬥 其中三個人淘汰附近一棟大入面 凌晨2點多 一看間聽到球場傳出吵吵聲 用望遠鏡看了十幾個年輕男女 圍了一個睡在草坪上的男人 當時以為醉醉酒無理道 由於目擊者見到一群年輕人入內燒烤 看完不再更多人看到 下午看了一大隊警員 在山翠縣逐戶做問卷調查 內容主要環繞中秋夜 有沒有見到對面球場 又在玩耍等等 下午 校園根據目擊者提供資料 逃了一棟大廈 看了閉路電視錄影帶 三個青年在凌晨時分 進了大廈面 探員站在大廈面 拘捕了三個人 在齊灣區多個地點 再拘捕了兩個人 五個被捕的人 最年輕只有十四歲 部分是中學生 初步錄取口供之後 探員相信黃小艾和部分被捕的人 是認識的 他單獨附約 小巧賞月 因爲瑣事和人發生爭吵 被人拳打腳踢 弱打致死 9月20日至8點半 黃小艾的父母 鮑弟三個男女親友 抵達西環公眾獵狂認屍 她的父母情緒激動 口頭痛屋 逃了個多冬頭之後 就離開了 白衣服用屍體 僅是死者 身體病酒精含量很高 身上有二十幾處乳傷和損傷 頭部乳傷但十五處 有露出的情況 頭部紅腫 眼球爆裂 傷已出血 似乎被很多人狂劇頭部 勾打程度很嚴重 即使當場施救 都未必有救得回 警方認識將案件列作 兇殺案處理 庄安組探員 在臉房檢查死者身上 財物和衣物 22歲的黃小艾 是十四區黑幫一個頭目 他和父母 包弟 一家四口 同住收貿平收和留 他中四就沒有讀書 做過很多份工作 在九龍灣一家民事公司 做跟車送貨工人 月薪七千五百元 黃小學父母已經退休 弟弟仍然讀書 他是家的經濟支柱 下午三點五十分 二十個機動部隊警員 到達柴灣北貝水庫 八個港島總區重案組探員 帶同壽星仔 搭下貨車到達現場 重組案情 壽星仔穿著淺灰色的波褲 牛仔褲 從柴灣到達潰水庫的範圍 探員將假人擺在草地上 壽星仔向探員交代示範經過 示範向假人的背部連踢幾腳 整個過程大部分 壽星仔之後被壓返警署 繼續扣留調查 九月二十一傍晚時分 還有兩個人被捕 年齡分別十五和二十二歲 被通宵扣留調查 晚上連同教組拘捕的五個人 七個人被落案控以一項謀殺罪名 案件在東區財務法院 數度提堂時 一度有十三個青年被控謀殺罪名 律政司認為沒有足夠證據 支持檢控部分被告 十二十六日案件再提訊時 其中十個人控罪被撤銷 剩下三個人承認誤殺罪 仍然有三個少人的人 在逃避通緝 2006年8月14日 案件在高等法院開審 十八歲的范國寶 十五歲聖勞的壽星仔 就讀柴灣伊斯蘭 脫維線紀念中學中四年級 22歲的黃道森 報稱是冷氣技工 他們三個人承認 2005年9月19日凌晨 和陳偉業蘇貴強一班人 在柴灣配水庫 誤殺22歲男子黃少毅 控告陳述案情那時說 三個被告都沒有犯罪紀錄 黃少毅曾經在三合會 相關案底 事發之後 警方拘捕邵恩三個被告 他們在警戒之下 就說只是想嫁運死者 無想殺他 范國寶原籍山里 二千年來到香港 因為重讀小五 所以十八歲才讀中四 他的父親在沙基灣竟然在賽檔 壽星仔兩歲時 就從深圳保安離香港定居 黃道森的父母一早已經離異 他父親1994年過世 剩下他和包弟相依為名 范國寶的代表律師說 需要時間整理當事人的學校 和鄰居的求情信 要求將案件押後 法官將案件押到 這個月28日判刑 以後三個被告的背景 和其他人的教導所報告 8月28日 電話律師求情那時說 三個人都無案底 無預謀 亦無辱武器 只不過是想給死者 黃少爺一個教訓 打他撒一些輕傷 死者身形高大 滿部紋身 自稱黑社會背景 令人很害怕他 黃道森律師就說 他自小失去傷親 當那是寄公和十五歲的弟弟相依為名 他已經深感後悔 認為當日若能夠成熟 和冷靜處理 或者可以避免悲劇殺身 透過律師向死者加仁致嫌 藏外法官農禮就認為 雖然死者首先挑釁 被告在他酒醉 沒有還擊能力之下圍勾他 在他跌在地下之後 置之不理 事後也沒有報警 罪行嚴重 判兩個成年被告入獄四年 案發當時 剛滿十五歲的壽星仔入教導所 2006年11月29日 兩個潛逃被通緝的疑兇 在律師陪同之下向警方自首 12月20日 剩下一個被通緝的疑兇 在銅鑼灣被基因截查當時拘捕 2007年8月27日 案件在高等法院開審 首被告姓陳和第三被告姓張 他們犯法當時都沒有16歲 此被告蘇貴強29歲 是沒有做事的 三個人同被控一項謀殺罪名 在29日 花名花生的任德生出庭作證 他說 事發當時一班人衝去黃小毅 他只是認出壽星仔和黃道生 其他襲擊者一是背部向著他 看不清楚的樣子 襲擊時間只不過一分鐘左右 一班人就離開了現場 只有五點多 去到馮甲龍大廈天台聚集 聊天和吃水果 同日下午幾個人去到任德生的住所 他記不清有沒有人提過 黃小毅受襲擊事 只記得黃道生曾經說過 我們很快應該會被人拘捕 你說不認識我吧 三個被告的代表律師在庭上說 恐慌四個證人作證那陣 說現場光線不夠 幾乎是差黑一片 只是遠離看 而不是在旁邊目擊 人說好像被告 認人的證供存在危險性 不喜歡裁定謀殺或者誤殺罪名 由於案中證供存有疑點 法官裁定沒有足夠證據定罪 三個人最早獲得釋放 她是否則被告死 在上限時 天安人 真四個不給你 我告訴我